联发科新电视晶片获菲利普大单 IC设计龙头厂联发科昨天传来接单利多 新产品LED节能电视晶片获得欧洲电视大厂菲利普采用 渴望挥注下半年营收 联发科单季营收在今年第一季滑落至198亿低点 第二季回升到209亿 本季渴望挑战231亿 法人表示联发科近期新推三项新产品 LED节能电视晶片智慧型手机晶片 及类智能手机晶片陆续都有接货订单 随着中国客户开始为11长假备货 联发科营收及获利渴望从谷底翻扬 但联发科昨天仍低调表示 考量全球经济情势及大环境后 预估本季营收仅成长5至10% 联发科是昔日台股股王 靠着卖2G晶片给中国白牌手机厂 海削一大笔 股价去年1月也涨到590元 但随着山寨机没落 在今年8月初跌到221元 股价腰斩 随着营收回升 昨天已反弹到290元 外资圈传出联发科新产品 3.75G Android智慧手机晶片反应热烈 功不应求 昔日股王积极振作 我的祖电里没有风起 某根大通及大和证券也力挺喊尽 目标上看370元及310元 不过美林及汇丰证券依然唱衰 目标下看195元 212元 东西文综合报道